創新高 勞工權益找不到 不滿台灣宅配通 疫情期間營收創新高 物流人員卻沒有得到應有權益 企業工會在股東會這天 到總部前抗議 在疫情期間 我個人是有修煮到 七休一 我個人 但是部分司機沒有 也大概四萬多吧 會覺得這樣很不平衡嗎 是非常不平衡 因為我們的付出時間 相對的根本 根本不成正比 工會訴求 員工全年休假 應該要有117天 但是物流人員 實質只休97天 剩下20天 被強制轉為加班費 除此之外 薪資方面 工會控訴 雖然公司有保底四萬塊 但是每個月 收送件必須超過2000件 運費超過1.3萬元 薪資才有機會突破4萬元 如果未打門檻 以其中一名物流人員的薪資單為例 本薪加上生活 火石津貼 以及收送件獎金約3萬元 先加入加班費3733元後 剩餘不足的浮動金額 才會由公司補貼到4萬 企業工會質疑 加班費等於看得到吃不到 因為公司會說他有給 可是實際上我們每個月 如果以 贏保底薪資的員工 4萬塊來講 他每個月還是4萬塊 宅配通回應 周日營業是因應疫情爆發 來滿足配送服務需求 另外公司員工 去年薪資已經調張2% 今年疫情 加發2000到6000作業獎金 至於其他貨運業者的做法 黑貓宅即便 周日不營業加班費也符合勞動法令 新竹物流坦言 疫情期間確實有減少收價 但都有堅守期休一規定 而且發放6000元的疫情獎金 和1500元的高溫獎金 部主沒有按照規定 來進行這些程序的話 勞工可以跟地方的 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來做一個申訴 勞動部表示 如果員工不滿 都可以向地方機關申訴 如果確定違法 可罰2到100萬元 TVM新聞迅猛決於無其無數人 N小的左臺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